三井五轴更换B轴密封圈 全闭环带海德汉编码器的 老铁们点赞加收藏 以备不时之躯 咱们开始拆卸 用急轮扳手将编码器下方的螺母给它拆下 做好标记 用深浅尺测好它的距离 以备后续调整螺杆的距离 编码器上有两个原点是从合的 咱们开始拆卸上方照壳 下方是三块压板 标记做得很明显 0对0 1对1 咱们将压板拆下来 看这个压板保持得还很完美啊 轮廓感十足 方方面面 同样的流程将中间螺母也给它拆下 做好标记 将法兰牌拿下 下方是两个半圆垫 调整它 调整编码器之间的距离 然后咱们看看这个图纸 准备开始拆卸壁轴 将上方的顶丝都给拆下 一共有两排螺丝 星哥这小鸡轮扳手用的 板板正正是满满灯灯啊 让小兄弟检查一下螺丝的孔位 一个都不能有 将弹簧垫也给它拿出来 中间还有两个箫子 但是带螺纹的 咱们做了一个工装 将箫子给它拔出来 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然后咱们准备开始叼壁轴 上方又手拉虎虎 一下是一下的 稳住架啊 将壁轴叼起来 下方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咱们开始拆卸密封圈 一共有四个插行圈 要想青春不留遗憾 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插行圈给它挑出来 准备更换 要想青春不留 就是一共有四个插行圈 也要想青春不留在一起 是一个还是酒的